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三低前脸的设计让人会不禁联想到蛤蟆 但是这款车的车尾设计可谓是独具匠心 由于这款车走的是运动风 所以车身相对显得比较低矮 而有点撞脸赛车的具有4.7度的性感翘尾 汽车尾部的镀壳条装饰是十分出彩的 同时还带有扩散器的双出式排气口 使得这款汽车变得更加的吸睛 尽管这辆车还是处于内部测评阶段 但是就外观而言 这款车真的是提高颜值了 可以说是赢在外观输在尺寸 目前这款车已经在成都的车展上展露头角 而对于两款车的一些评价 以上只是小编的一点见解 至于哪一款更好 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会有着不同的答案 那么你喜欢哪一款车呢 你的坐下又是什么样的汽车呢